改革开放之后,西藏的经济发展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。 近十年来,农牧民的年人均收入也以平均11%的速度增长。 尤其是近几年,内地投资企业也越来越多。 当内地的很多企业来到西藏进行投资之后,对西藏直接带来的变化是什么? 给西藏的经济发展注入了,你比如说,新的技术,新的管理模式,新的与市场相对接的方式等等, 对西藏的本地的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,带动作用是很强的。 这个同时呢,还有一些观念的变革。 洛桑是当年第一批被招进5100矿泉水厂的工人。 工作四年之后,他已经是公司的行政主管。 去年他又学会了熟练的使用电脑。 谁教你的? 嗯,江总啊,还有等等,好多人在教我。 你在之前,来到企业之前啊,对电脑你有基础吗? 没有,一点都没有。 那学起来很困难吧? 有点困难,因为我刚进场的时候,比如说汉字呀,汉话都不是很好。 就是有时候我们用,跟汉做同事,大家都只能用牙语,就是我们要吃饭,就拿着碗,跟他们一起去吃饭。 就是指着碗,这样吗? 对,对,对。 在5100矿泉水公司,大部分藏族员工刚进场的时候都不太会说汉语,于是从建场开始,公司都定期的对藏族员工进行培训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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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 对,对,对,对。 对,对,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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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扰你们一下啊,我是想问一下,就像这样的培训在平时多长时间举行一次啊? 一个月。 一个月是吧? 对。 你们在企业之前有多少是懂汉语的? 你们举下手吗? 这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。 对。 那剩下的这些人都没学过汉语? 就是没学过。 现在都完全用汉语来讲课,你们没有问题吧? 没有问题。 只是没有问题。 那你从你个人在这工作了几年的经历啊,你对自己的这两年的变化,你会怎么来看?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,我个人感觉一年离一年好。 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?你自己觉得? 在来到这个长林以后,我去过,我现在就去过我以前没去过的地方,以前是想都没想过的地方。 每年都可以出去看看,学习。 然后,比如说我去过北京,杭州,上海,天津,成都等等。 今天的西藏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。 在那里要出我们到那里,拿着来的。 我们下来。 这是多少? 你还不可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